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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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血YouTuber 變兒童節目主持 網民大贊 瘋女神 早幾天ViuTV開台 看太陽 看矛盾 那又有沒有看快樂同盟呢 這個女生好熟口面了 為什麼我一定要賺到很多錢才成功 我就是覺得我想做的事已經很成功 就是因為香港什麼都沒有 自然是去年拍片反擊王晶 有樓就是成功指標這番言論 給網民like爆不止 連秋生都大讚 打到老鬼拍拍聲的混血YouTuber Asha 最近她還進了屋 網民看過她在兒童節目的表現 馬上like爆 封她做女神 不過女神就說 真的? 但我不覺得自己是 網絡紅人 因什麼解個無緣無故去主持兒童節目呢? 我記得是他們製作者問我 然後說有個兒童節目 然後我本身 OK啦 又是一個新電視台 然後因為他們說到 其他人都是貴貴地 有識港中文 平時我的生活圈子沒有這些人 我又想認識一下 平時在影片中有個句說個句 現在對著小朋友有沒有修煉一下 我們現在的總監 他完全沒有叫我停 他說你繼續吧 不停 其實他覺得不會局限於兒童節目 即是他覺得如果有訊息 就繼續 因為小朋友是不是都會大 完全沒有任何局限 還因為兒童節目可以涉及敏感題材 覺得現在的小朋友和青少年都可以處理 就這樣聽起來 好像多滿意有新電視台 很多 你有選擇已經是一件好事了 對的 Eason說的 做人最重要是有選擇 對嗎 再見 再見 再見